8月30号是开学日 吉安乡长尤淑珍特别前往吉安国校 制赠开学礼包给小姨新生 那么尤淑珍表示小子化的时代 各校的招生压力大 相公所会协力各校完善教学整备 也让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送到吉安乡的学校 让专业的师资跟设备带领孩子们快乐地学习成长 迎接新生入学吉安国小设计的趣味关卡 在老师和六年级学长的引导之下 胜利通过进入开学典礼的仪式会场 吉安乡长尤淑珍也特别到场欢迎小朋友 鼓励他们在新的学习道路上要更勇敢更认真 吉安宝贝开学了 今天是国小新生入学的日子 来到了吉安国小 我相信面临嫂子化吉安乡公所 必须要推出更多 这个适性的配套来铺陈 看到孩子满是喜悦的进入了小学 今天是来送上开学的贺礼哦 所以一份背包背起了自己的承担跟任务 背起了长大的愿望 背起了新学习的开始 所以我们祝福小朋友们都能够在吉安乡 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然后乡公所可以协力在各个学校推展的社会教育以及融合的活动 我们都要克尽职责为孩子的成长之路奠定一个最优质最快乐最幸福的学习 乡长游淑珍特别准备了精美食用的开学礼包 亲自发送给每一位入学的新生 希望小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快乐上学去 游淑珍也强调在少使化压力下 各校招生面临压力 即使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乡公所也会持续协力学校 加强软一体设备 让家长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吉安乡近的学校来就读 由专业的师资和设备带领孩子们快乐学习成长 这里会吉安乡报道